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 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 虽然付出很大代价 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 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 而中国的渐进转轨 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 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 将来会遇到大困难 相反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则认为东欧转轨 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 而中国的渐进转轨 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 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 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 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 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 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 或社会主义色彩 因而经济根本性的或暂时的增长 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 因而经济根本性的或暂时的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 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 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 中国明确的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 很难说它的目标是什么 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 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已加入欧盟为目标 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 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 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 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 而现实就更不必说 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 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 而做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 参见秦辉 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 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一期 四至五页 巨变后的中东欧 兼互惠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 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 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 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旋 舒适难以用 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 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 基本上拒绝市场化 其经济面貌 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 而爱沙尼亚 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 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 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 而仅从经济上讲 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 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 如上述的白 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 不管是白俄罗斯 还是爱沙尼亚 亦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 聚变前后都出现了 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 随即他们 先后几乎都 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 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 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 似乎都显逊色 无论有多少水分 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 就其增长速度而言 的确是个奇迹 于是 如今无论中国国内 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 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 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 从事后分析的角度 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 但既然无论激进 还是渐进 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 左派执政 还是右派执政 都经历过衰退 整个中东欧 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 更不用说 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 都出现过衰退 那么他们与尚未经历过 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 就很难以休克疗法 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 上篇双重效率 增益于走出腹帕泪托 中国奇迹 1978年至1989年 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 如果按通常的说法 从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 已经历整整30年 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 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 那时的改革 用的名称是整顿 从个人角度讲 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 因为1975 1978这两个年份 都是他付出掌舵之年 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 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 因为这两个年份 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 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 但已见识工作能力的情况下 邓小平利用实际 主政之机暗度陈仓 是的试图摆脱文革 但被毛泽东 生前最后一次 政治铁腕所挫败 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 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 终于战胜坚持 毛泽东路线的凡事派 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 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 因此无论以1975年 还是以1978年划线 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为中华之崛起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 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 尤其1975年的整顿 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 像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 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 那一套靠拢 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 人们应当记得 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 像温州那样 在文革的混乱中 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 那时都是被当作 四人帮统治的恶果 而受到严厉谴责 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 摆脱文革又绝不仅仅是摆脱1966年 至1976年那十年 因为按照 博一波回忆录的叙述 实际上早在1956年 否定异常制 实行正攻制场后 苏联那一套 就在中国吃不开了 改革前中国与苏联 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 其体制 尤其是经济体制 还是颇有区别 在工业方面 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异常制开始凸显 到大跃进时代出现 与马刚宪法 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 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 对立的安钢宪法 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返修 实际上 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 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 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 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 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 或者说是安钢宪法模式 还是马刚宪法模式 只讲政治经济学 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 在苏联 改革前曾长期坚持 以计划经济批判 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 而在中国 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 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 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 无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 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 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 除了反对三字一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 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 反对条条专政 反对拖拉斯化 反对异常制与管卡压 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推行消灭分工的五期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 五小工业等等 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 刘少奇 薄一波这些 所谓修正主义者 那时并没有 搞市场经济的念头 他们只是想要 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 少一点大轰大轰 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 在改革前的三零年里 除1956年以前局部 如东北 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 1962至1964年间 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 连八大到反右之间 四清到文革之间 这些一般被认为上属正常的年月 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 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卷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961至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 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 发生革命的结果 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 命令经济的特征 但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 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 其体制较多 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 从列宁欣赏福特制 泰勒制 斯大林时期的马刚宪法强调专家制成 经济核算 科层管理与异常制 直到薄列日涅夫时代 大兴数理经济学 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 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 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 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 但与大轰大翁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 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 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 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 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 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 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 无计划的命令经济 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 无名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 中国的安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 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异常制 中国的政工制成与苏联的专家制成 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 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 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 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约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 中国的小儿权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 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 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在理性的计划经济 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 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 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 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 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 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 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的生产出大量的产品 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 却远不如市场经济 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 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 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 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 何止劳动自由 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 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 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 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已知思想 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 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 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 三连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在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 虽可以有效的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 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 而一旦变革 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 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 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 计划均衡已被打破 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 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 竞争创新激励尚未形成 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 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 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 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 尽管在渐进与激进 左派掌权还是右派 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 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的都出现了 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 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 未必小于激进国家 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 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 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 是在钻最优化的牛角尖 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 进入1980年代后 计划最优化 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 而西方市场经济 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 产业结构升级 和里根 撒切尔繁荣 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 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 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 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 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 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 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 最明显的是 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 仅仅由于它与金户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 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 在1989年后 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 1991至1994年 芬兰国民生产总值 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 降幅达21.5%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94 Book of the Year Chicago E.B. Inc. P.607 1997 Book of the Year P.605 反观中国 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 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 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 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 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 科学计划的好处 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 所要付的代价 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 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 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 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 转型阵痛的问题 文革时期 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 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 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 但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 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 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 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 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 披露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 可以看出 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 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 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 无代价增益的前提 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 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 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 而恢复苏式管理 放弃安钢宪法 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 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 把经济搞上去 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 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而用文革话语说 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 事实上改革初期 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 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 资洛宾方法 列宁格勒经验 新波洛茨克方式 等等 都可以说异曲同工 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 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纪为代表 也与苏联后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 两者都提倡专家智厂科学管理 既抵制政工人员的下指挥 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 前驴技穷回天无力 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 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 无宁说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 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 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 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 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 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 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 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 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 保障功能是否协调 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 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 但实际上 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 不竟然是因为强制 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全 包括广义的安全及社会保障 人们是会权衡的 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 能换来较多的保障 那么这种束缚 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 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 获得程度相当 那么这种体制 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 事实上 民主社会主义 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用户 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的旧体制 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 人们也没有权利通过选票 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 但体制的束缚 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 而给人以不同的感觉 一般的说 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 共同富裕的乌托邦 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 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 还是明显的 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 用马克思的话说 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 既摆脱了束缚 也失去了保护 不同的利益群体 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 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 相对而言 受到束缚少 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 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 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 并强烈地要求变革 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 如果某个群体 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 多于它失去的保障 甚至是指摆脱束缚 没有失去保障 他们会拥护改革 并认为它是公平的 而如果摆脱的束缚 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 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 这两类群体 孰重孰寡 就决定了整个社会 对改革的接受程度 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 价值体系相比 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 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本来就较低 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 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但这种理想的基础 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 为了合乎科学 因而据说最终 也合乎正义的目的 而强制人们做出牺牲 是合乎逻辑的 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 新经济学 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 分为两个阶段 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 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 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积累阶段的事 而在此之前的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苏维埃的任务是 比资本主义更严厉的剥削农民 来完成原始积累 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代 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 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 甚至不止一次的出现过 饿死大量农民的体质性饥荒 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 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 中国式的改革奇迹 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 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 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 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 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 到了博劣日涅夫时代 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 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 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 相反的 工业反补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 当时苏联农业中 不仅国营农场比重 已经超过集体农庄 而且自1966年 最高苏维埃通过 关于全苏集体农庄 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 决议后 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 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 大体相当了 于是 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 苏联农民的感受 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 相差悬殊 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 工人的感受 却有类似之处 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 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 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 不仅捷克 东德等 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 没有原始积累问题 像波兰 南斯拉夫等国 原来在共产党时代 就没有搞集体化 他们的农民 一直是私有小农 拥有不亚于 我国农民改革后 才拥有的种种自由 而当时的体制 为了增加意识形态 对农民的吸引力 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 而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 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 如波兰1972年 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 1978年 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 同时还建立了 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 产前产后服务系统 即所谓农业圈制度 而为了争夺 对农民的影响力 教会方面 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 如1983年教会 就建立了20亿美元的 农民援助基金 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 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 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 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 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 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 却有失去的可能 因此毫不奇怪 波兰转轨初期 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 乃至几乎相反的是 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 不仅力度大 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 浪费严重 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 我国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并不低 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 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 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 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 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 一个突出的事实是 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 造成恶嫖营野的惨剧外 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 从统购统销时代 一直到1975年 在档案中都是有发现 周琦仁先生曾说 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 国家控制的经济 真正的区别不在于 全民还是集体 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 是国家控制 国家承担 控制后果 的经济 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 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 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 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 套用一句老话 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 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 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走出赴帕勒托 改革前期的社会共识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勒托改进的说法 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 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 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 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 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 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怕累脱过程 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 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 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 这就不可取 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 也就面临两种情况 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 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 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可取的过程 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 但是无论哪种情况 改革都有人吃亏 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 或者至少是不合作 也就是说 无论改革总体上公平与否 它都很难具有怕累脱改进的性质 换言之 改变一种非怕累脱过程的改革 一般都是另一种非怕累脱过程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 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 只是吃亏有多少 而基本无人受益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种负怕累脱过程 事实上 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 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述 只有怕累脱改进 和非怕累脱改进的提法 根本没人谈论负怕累脱的问题 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 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革 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力 尽管有多少之分 一级这种改革将具有怕累脱改进的性质 这是不难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 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 负怕累脱过程 在那些年里 中国的当权派 与造反派 社会精英与云云众生 知识分子与工农 汉族与少数民族 高干子弟与狗崽子 左派和右派 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 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 也被弄得满目疮痍 古今中外 很少有哪个运动 能够这样几乎得罪了一切人 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 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 出现多少分歧 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 在1975至1978年间 除了四人帮等 极少的若干人外 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 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 可能并无一致意见 因此 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 也空前的广泛 而且几乎所有人 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 或多或少的益处 改变赴帕勒托过程的改革 自然就会成为帕勒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 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 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 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勒托过程中的受益者 某些垄断部门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 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 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勒托过程 走向另一种非帕勒托过程 很难得到像我们走出文革那样几乎是举国一致的认同 尤其在民主制下 非帕勒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 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 民主国家岂是谁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 倒是我们这里的求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 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 1978年的帕勒托改进是用不着求和的 中篇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 中国奇迹1992年至2001年改革的凯歌行进与矛盾的积累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 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的相对成功 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 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交友 Lazlok Sab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Gin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e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1.1996 PP.53-65 这确实有相当的道理 改革前中国是命令经济与中东欧 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它可以无代价放弃 和放弃即受益 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 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 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 而文革的富帕勒托过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现了人人受益的帕勒托改进 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 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 中国在走出文革的基础上 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 理性计划有一定程度发展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因素也随之而行 在这个时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来改善 而此两者意见由互补而至敌武 大体而言 1975至1992年经济体制的演变轨迹是 1978至1984年 以大包干形势下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复兴为标志 农业首先开始出现市场化趋势 而城市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 强化科层管理与经济核算 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 但是乔厂长的能耐很快出现局限性 加上这时东欧的匈牙利 南斯拉夫乃至苏联自身 都开始出现计划经济的末世特征和改革的尝试 而在当时反苏反霸的国际大背景下 这种尝试很快在国内得到回应 同时在国门打开后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化地区 与苏联东欧的兴衰对比也刺激了国人 而且由于改革前 我国并未发展起苏东式的计划科学与数理经济学 流行的就是政治经济学 除了宣誓政治正确外 的确缺乏学术魅力 甚至连促进计划理性化的功能也没有 因而很快在西方经济学传入后 显得沉浮不堪 就这样在农村因素 国际因素乃至经济思想因素的综合推动下 市场经济因素很快向城市与工业领域传导 1984至1989年 我国工业出现在国有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的趋势 即所谓政企分开 它包括财政分配上的利改税 投资上的拨改贷 流通上的双轨制 与经营上的承包制 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 与此同时 农村改革出现第二波 乡镇企业兴起 并且很快突破化地为牢的十一步缺三步争限制 发展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 在农村产值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农业 种植业 农民也开始由离土而离乡 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 传统的身份壁垒开始动摇 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改革初期的计划 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 双重增益现象 开始逐渐淡出 计划与垄断 哪怕是理性的 与体现人们个性发展的 市场自由趋势 日益产生矛盾 乡镇企业摆脱给国有大企业 十一补缺 和不与国企争资源 争市场 争人才 的桎 就是一个例子 而同时工业承包制 导致的短期行为 攻击下司弹 个人负赢 公价负亏 双轨制下 导致的关倒 也使改革的公正性 开始出现问题 而导致 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 直到1992年 南巡讲话 改革才在新的基础上 重新开始 这样 依靠过去的遭来 凸显现在的好 这个中国奇迹的 第一阶段 便落下帷幕 依靠市场化 与计划科学化 双重增益提高效率 靠走出赴帕勒托 实现相对公平的帕勒托改进 这样无论在效率 还是公平方面 似乎都无代价的改革 已经尽于尾声 靠什么降低交易成本 1992年改革 第二阶段起步后 形势已经发生变化 一方面 苏联东欧体制的 相继崩溃时的 计划经济 声誉扫地 在我国 本来就先天不足的 计划科学化 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 为主导机制的可能 市场经济逐渐成为 明确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 1990一年后建立的体制 成功地排除了 左右两边的争论 也在很大程度上 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的 博弈能力 中国这个命令 经济大家停在 腹部辞子不孝的状态下 是否分家的争论 逐渐淡出 而如何分家的争论 则被压制 于是 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 体制变革的交易成本 大大降低了 这里应该指出 西方经济学中 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 是指保证各方交易 讨价还价权力前提下 以整合契约的方式 减少交易费用 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 讨价还价权力的方式 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 用科斯的话说 就是用自由契约的企业 而不是用奴隶制来降低交易费用 或者说 它是要降低全社会 为维持交易体制而付出的总费用 而不仅仅是用压制一部分人的办法 为另一些人节省出价 但是在我们这里 交易成本理论的运用往往变形 不过 无论是否合乎原意 在我国既有制度约束下 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 的确是中国奇迹 在1992年后重新出现 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 如前所述 民主转轨的东欧国家 尽管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渐进 激进情况不一 但是都做不到 我们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主导 转轨时期在他们那里 常见的景观是 民主分家麻烦大 福利国家包袱多 工会吓跑投资者 农会赶走征地克 这种东欧困境 与中国奇迹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 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 其基本特点有二 其一是改革的帕泪托 改进色彩不复存在 其二是 在市场化进程中 以极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 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期通过几次重要的大会 主流理论 以从1980年代的 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改变成 放弃计划经济 建立市场经济 通过价格并轨 而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 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下 我国的大批企业 从承包制到明晰产权 置换身份 在涨少者 私占大饭锅色彩浓厚的背景下 完成了转制与重组 反思改革开放 30年 客观上呈现出 如下特点 与民主转轨国家 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 后搞重组 增效相反 我国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 先用国家权力 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 实现了 减员增效 避免了私家老板 财员要克服 工会阻挠的尴尬 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 才脱去国有帽子 恰在这时出台的 就业优先 只要不继续财员 可以不计较资产卖价 客观上给规避市场经济中 正常的公开竞价机制 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 创造了空间 于是想财的工人都财了 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 如此交替呈现的科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 加上求和式的铁腕 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 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 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 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资 使投资日益强劲 经济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 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 1996-1998年间 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 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 在多数农村 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 因而也难以公平分配的工产 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 只剩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 无法盗窃和隐藏 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 却一直保持公有 而不能落实为农民的财产 而客观为后来提供了 已被将来圈地之变 同时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 强调财政上 中央集权但不集责 出现所谓财权上收 是则下放的趋势 一方面上级财政的 汲取能力迅速扩大 国家得以锦上添花 强化投资 大城市基础设施 日新月异 另一方面基层教育 医疗等公共品供应 出现短缺 尤其以农村为甚 而在维持市责的名义下 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 以致出现农村真苦 农民真穷 农业真危险的呼声 这样改革初期农民 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情况 明显的逆转 农民成为 新一轮发展中 主要的受损者 尽管高层注意到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并且下了大决心 通过2003年以后的 免税改革 减轻了农民负担 但是放心 为爱的圈地运动 又成为农村 紧张的新土壤 这个时期 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 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国有垄断加上 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 有效组合 一方面为大批金融 房地产富豪 用批地加贷款 空手套白狼方式的 崛起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 使国有垄断部门 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 而凸显其特殊利益 形成新国有化 与权贵私有化 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 1975至1978年 工农业恢复经济核算 为生产利润兴起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成为基本国策 下篇全球化中的中国竞争力 2001年以来的中国奇迹 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迹 资本内逃与三顺差 1992年以来的第二轮改革 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举世有目共睹 而2001年的两件大事 标志着改革开放 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 又一个新阶段 这一年入世的成功 是中国大踏步的 进入全球化过程 而911事件 及随后的全球反恐 使西方注意力 聚焦于伊斯兰地区 淡化了中美矛盾 促进了双方合作 并改善了中国的 国际政治环境 两者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 新阶段除了延续 1992年以来的进程外 还有几个明显特点 第一是经济加速 而且这种加速 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 有数字为证 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 五年乘三倍之增 从2000年的 4743亿美元 飞速增加到2005年的 14221亿美元 2007年更达 21738亿美元 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 2004年为320亿美元 2005年1019亿 2006年达1775亿 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令人目眩的 2622亿 不仅绝对值增长越来越快 相对增长率也越来越高 2007年与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 而最近三年 竟增加了8倍海多 hddbfinance.sena.com.cnroll 2008-0111-133-0192-5575 .shdml看中国新闻网报道 海关总署 2007年 我国外贸顺差 达2622亿美元 上海证券报 2008年1月12日 而流入中国的FBI FBI则连续多年 据世界第一 暗有的统计口径 则仅次于美国 2007年中国的经济 不仅外贸依存度 外贸额与GDP之比 已经很高 外贸顺差率 顺差与外贸总额之比 也已高达12.1% 而战后时代 曾经维持外贸顺差额 全球第一时间 最长 长达21年的德国 其顺差率最高的一年 也就是这个水平 1988年为12.7% 见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 1750-1993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 616页 除了石油输出国之类 天然顺差国外 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 这种情况很少见 更耐人寻味的是 入市前我国的双顺差总额 贸易顺差与FDI之和 经常高于 外汇储备增加额 人们普遍认为 这意味着 当时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 并为此忧心忡忡 但入市后这些年情况 完全倒转 尽管双顺差总额 高速增长 但外汇储备的爆炸时 增长更厉害 外汇储备增加额 反过来显著高于 双顺差总额 许多人认为 这是国际投机资本 热钱 隐蔽的 涌入中国的结果 并由此产生了 另一种担心 然而 我觉得热钱固然有 甚至那些非法聚敛的资本 也可能仍在外逃 只是资本流入额更大 但是 那些流入的资本 未必都是热钱 事实上 热钱冷钱 都是资本 都寻求盈利最大化 两者并无绝对的界限 如果热钱流入后 一直不撤走 由于人民币 升值与资本涨价 两大预期 持续存在 这是完全可能的 也要寻求 长期投资可能 而更重要的是 在外资争相涌入 中国的情况下 中国已经提高了 进入的门槛 并不是只要并非热钱 就都欢迎 于是在国际资本过剩 理想投资场所不足 而中国又有下文将数级的诸多引资 优势的情况下 即便长期投资者 也可能前门进步来进后门 从而表现为 外汇储备增加额中 高于双顺差之和的那些 误差和遗漏 像 如果说这 也是资本的一种逃数 那就不是中国资本外逃 而是外国资本 为躲避他们的工会 福利制度等 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 或者为规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 而内逃中国了 中国资本外逃意味着腐败 与非法剧烈 外国热钱流入 则意味着金融风险 这两种问题 今天无疑仍然存在 但是如果长期投资者 也踊跃到了前门 进步来进后门的程度 那就意味着中国 的确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投资乐园 这些并非纯投机的资本 不是恶意吵架 当然是在恶意收购 这类语词的意义上 资本进来 不是为了搞慈善 即便善意收购 也是为了赚钱 这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是确实想在中国 长期赚钱的 他们如此看好中国 至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 当然是积极现象 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 的确有显著成果 而在整个外汇储备增加额 与双顺差总额的平衡账上 从入市前大量资本 外逃造成赤字遗漏 到如今更多的资本内逃 带来反向的巨额黑字遗漏 在入市前 中国已经存在的双顺差 经常项目顺差 与资本项目顺差 基础上 入市后又出现了三顺差 国际收支总平衡账的误差与遗漏 像也由负数变成了正数 这可以说是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 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商品输出 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输入 而误差与遗漏顺差则意味着前两者 比账面反应的更大 尤其是资本输入可能不只像某些年份有的统计口径 说的那样仅次于美国 而是不亚于美国 于是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那些唱衰中国的人已经输了 而看好中国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当然这只是在经济增长或者说GDP增长这个角度看 共识破裂 改革争论的计划 短短十余年间 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 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 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 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 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正论片 和商还在忧患中国的球迹 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正论片 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 两部片子真可谓给人沧桑之感 随着外向型增量的膨胀 经济的游戏规则也继续变革 2001年以来 在改革方面 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 在开放方面 中国实现了加入WTO的愿望 尽管这个市场经济前面 还有社会主义 这个意识形态限制词 但现在世界上 绝大部分国家的市场经济 也是有限制词 社会市场经济 福利市场经济 等等的 而且除了官府的垄断 与特权仍然严重外 中国如今对市场经济的其他限制 公共福利 劳工权力 社会保障 非盈利部门发展 环保限制 乃至宗教传统的约束等等 绝不比所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 以至于像张武昌先生等人 最近称赞中国比美国更自由 而李嘉诚先生 在几乎警惕 民主化造成福利社会 之于似乎并不担心民主的缺辱 会妨碍市场利好 另一方面 中国加入WTO虽然有过渡期特殊条款的保护 但这过渡期并不长 中国在全球化中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应当说是相当快的 无疑 1992年后的15年来 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 但是另一方面 这15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 15年来 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 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 疲于应付的各阶层 频繁博弈的拖累 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 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 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 没有说的过去的理由 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 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 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 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 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 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 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的更少 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 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 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 不仅没有被克服 凡有加剧的趋势 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 卸责容易献权难 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力 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 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 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这一切终于冲破了不争论的繁离 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 这成为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 先是在对掌勺者撕占大贩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 以狼贤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 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 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 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 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 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 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 他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 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 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 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 显然这些年来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 把柄做大就能缓解分柄不公的矛盾 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 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 上访潮持续攀升 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 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 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 当时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 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 但是现在 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 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 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思维 邓小平的智慧之举 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 就有极大的风险 持货效应与改革的调整 然而在现有体制下 人们如何进行博弈呢 这些年来 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 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 以至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际 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 这就是所谓的持货效应 就像那一放一缩 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持货 我们的政策依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 但福利却难以增加 政策依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 但自由却难以扩大 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 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 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 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 右手大动 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 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 换上左手 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 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 一个萝卜两头切 左右都是他得 于是客观上的 持货效应的进一步突出 成为新阶段的第四个特点 就拿钱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 医疗改革来说吧 当初说是医疗福利 萎缩和过分市场化 使人看不起病 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 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 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 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 这样的福利 究竟是谁之福 谁之力 增加这样的公共品 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 再如狼旋风之后 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 一时似乎风向转左 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 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 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 纷纷出台 然而与此同时 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 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 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狼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 减持方案 吴敬脸先生略表批评之意 立即招来一阵骂声 也是 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 长期大雄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 如果当初听吴先生的 在国企未改革不急于社局圈钱 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 既然被坑了 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 用现金的股改方式来补偿 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股民群众 然而那是不补 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点跌到900多点 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 被迫断腕退场 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稼等着抄底了 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 客观上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 股权分制改革使流通股东财富增3000亿 北京普兰诺财经顾问中心 美日财经专讯第1237期 2006年7月20日 真叫来的恰到时候 狼贤瓶也好 拱献田也好 这时却不吭声了 如此齿货般的一收一放 国有资产也送掉了 小股民的资产也亏掉了 只有那些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 既发了国有化的财 也发了私有化的财 你说这是左还是右呢 中国的很多调整都表现出这种客观上的耻货效应 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 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成 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 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 便限制取消农民迁洗权 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 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 于是就打击小产权 严禁农民卖地 但官府依然想争就争 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 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 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室 显然 形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就在于那种权技不受限 择意不可问的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 实行起来却往往扭曲 跳不出全家通营的圈子 而宪政下的天平效应 政策驱佐会增加人民福利 虚幼则增加人民自由则很难发生 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 而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扩大 尤其是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则是新阶段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回想2001年入世时 国内外的议论很多 而主流的议论是两种 一种人说 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 关起门来还凑合 在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垮下来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 这是比较悲观的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 说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 接受国际规则 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规则 将来还会接受法治 宪政民主等等 这就是世界改变中国 开放使中国进步 这当然是国人所希望的 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应该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 这些年来 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 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 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 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 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 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外 其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还有第三种可能 入市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 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 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 GDP爆炸式的增长 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 全球资本涌入中国 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 这和所谓的中国崩溃 预言无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 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 决定了它的影响力很可观 这些年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 纵向的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 但是同时 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 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 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 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 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 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 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 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 还是右派强调的个人自由权利 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 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 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 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 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 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 这种体制下 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 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 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塑贸易壁垒 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 会对他人构成威胁 这样的说法 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 都是必须驳斥的 一方面中国的国力 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 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权发展 不亚于他人的国力 但是 如果不是讲国力变化 导致国际冲突 而是讲不同体制之间的优劣 互相影响的话 那倒是可以说 尽管改革前 我们经常大言要用意识形态理想 解放全人类 但那纯属夜狼自大 而今天 一百多年来 中国第一次有了和平演变他人的可能 但是这种演变 既不是向人家输出儒家文化 也不是输出社会主义 当然更不是输出自由主义 而是用一种低人权的竞争优势使人家 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 也低福利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几年前 一群讨厌自由放任的左派经济学者 提出北京共识 还并不令人惊奇 那么讨厌福利国家的张武昌先生 最近宣称天下大事 将是欧洲学美国 美国学中国 就很耐人寻味 而曾经预言 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 弗山如今也出版了新书 出乎意料 把世界转向中国是社会主义 列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一 可见这种趋势不容小觑 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 似乎都极有竞争力 比如劳动力 印度等国在劳动力 充裕而廉价方面 不亚于我们 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手 全无集体谈判权 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 与劳力相反 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 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 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高鱼 比人家圈内滑达沙漠还容易 我们环境和资源秉赋不佳 但没有讨厌的公民 社会捣乱 要占用他们 就免了许多麻烦 我们的公共财政 在公众福利方面 捉襟见肘 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来招商引资 却非常慷慨 在所有这些方面 他们不管社会党还是保守党 谁能与我们竞争 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烦大 福利国家包袱多 工会吓跑投资者 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民主转轨国家 就更不可能创造我们这种奇迹了 减少交易成本 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 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 为另一些人单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 却是他们想不出来的 第三种可能有利于中国人吗 自由经济的优势主要在于创新 在于它那源于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 但是如果就单纯劳动过程来讲的话 很难说是不是自由经济最有效率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德主福格尔 曾证明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 比北方自由经济更有效率 R.W.Fogo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Little Brown 1974经济学家多玛也讲过 东欧的二度农奴化在历史上 曾极大的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力 E.D.D.Domar 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A Hypothesi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1.March.1970 东欧很多国家 大概在13、14世纪农奴制度 就已经解体了 但是那个时候普遍是小农 16、17世纪 由于商品性农业崛起 很多人发现农奴制大庄园 又有了它的活力 因为它比自己自足的小农 更能提供商品粮 当然也许自由的大农场也可以 但要让小农自由兼并 成大农场那慢死了 不如把它们重新农奴化 而且在二度农奴化过程中 这些国家确实一度变得相当有竞争力 包括波兰 俄国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在封闭的状态下 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 不可能具有优势 因为低人权极大扼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 但是在全球化 在市场经济全球化 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 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 自由经济的创造 可以被缺乏创造性 但善于模仿的强权经济 比较容易的接过来 再依靠强权的优势 把它高效率递产出 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 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 低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人权国家 于是至少在经济学领域 这十年来出现的明显变化是 过去那种左派 福利国家或凯恩斯主义者 看好中国而右派 自由竞争论者 看衰中国的状况 如今大有改变 由于这些年的经济高增长 尤其是2001年以后 经济发展在国际要素的影响下 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速 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 现在都在唱中国的赞歌 都想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提供证明 于是左派欣赏这里的低自由 右派欣赏这里的低福利 有些人高调称之为北京共识 其实共识可能夸张 同样称赞中国的人 其称赞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 但无论是否共识 他们都喜谈中国经验则是事实 遗憾的是 这些经验就像慈禧餐桌上 最远的那道菜 好看不好吃 中国的这一套 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 谁能学得了 现在外资和中资 在交流过程中经常碰到这种现象 比如我们的传媒 多次出现这样的标题 中资海外投资遭遇工会陷阱 朱小雪 王家征 首刚 毕鲁的血色黄昏 环球企业家2004年9月 总第102期 胜利中 学会同工会打交道 中企海外扩张遭遇工人运动 南风窗2004年10月18日 外国人一到中国来 就说中国工人多么听话 土地可以随便圈 工人可以随便食 资源环境也可以随便弄 没有国外那些NGO在那里捣乱 整个过程使得中国在全球化中 成为一个资本吸纳机器 又成为一个商品输出机器 其外部效应就是 中国的竞争力 现在大有扫平全球工会 逆转劳资关系 压低百年福利知识 一方面低人权优势 吓得廉价品大输出 一方面无工会经济 对全球资本的吸纳 他们的工人 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可言 但这并不意味着 自由竞争的体制日子 就会好过到哪里去 在中国的优势下 自由竞争也面临很多问题 以至于连美国这样的国家 都在那里重塑贸易壁垒 但是这样的优势 对我们国内也造成严重问题 以至于顺差爆炸弄得里外不讨好 中国人抱怨西方开动印钞机 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 西方人抱怨 我们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 这个过程虽然造成了GDP和各种经济指标的大提高 但是中国广大的公众 从这个过程中到底能获得多少利益 这是值得考虑的 由于目前这种全球化在发达国家 导致工会萎靡 福利倒退 它受到西方左派的强烈抨击 是不难理解的 市场经济中 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 首先取决于劳资 两个要素的供给状况 劳动过剩 资本稀缺 则劳方地位削弱 资本过剩 劳动稀缺 则劳方实力增强 其次也取决于政治体制 在民主国家 由于劳工人数众多 多数政治会使劳动过剩时 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削弱 而资本过剩时 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 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 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 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 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 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 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 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 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 的确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 同时也与资本主义 长期发展后资本过剩 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 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 增加了资本出路 面对工会 资本学会了惹不起 躲得起 躲到低人权国家 资本外流加剧了 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 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 工会雄风不在 福利体制陷入危机 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 其效果本应相反 本来在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 就被人为压缩 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 劳工的处境还好些 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 如果我们对外资关闭国门 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 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 劳动相对的就更过剩 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 所以中国的左派 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 实在是不明事理 至于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 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 甚至外商愿意让步 而某些官员仍要镇压 那是不民主的结果 是低人权的问题 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 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 压制劳工之币 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 如引起关注的官媒勾结 更不用说垄断部门以权谋力之币 难道不是更严重吗 关键的问题在于 发达民主国家支撑劳工权益 与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 在中国都缺位 资本相对于劳动既更为稀缺 而真正有博弈功能的工会农会又没有 所以我国如果真的有所谓左派的话 它需要做的不是像西方左派那样 在已有民主的前提下 希望堵住全球化 来维持工农的谈判地位 而是乐见市场全球化 但不满足于此 还要通过人权全球化 即在人权方面 对于左派来说 尤其是社会民主 劳工权力 福利保障等经济社会权力 与国际接轨 来争取工农的谈判地位 而在这种努力尚未结果时 面对中国的竞争力 国外经济学界出现的一种奇特的现象 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 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 但我怀疑 这种现象在不远的将来 就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 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 现在所谓的人民币升值问题 所谓中国产品安全性问题 只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设计 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真正的癥结既不在于汇率 也不在于所谓的安全性问题 最后人们就会发现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体制上 2001年以后的全球化起了一个作用 就是把中国的国内矛盾 稀释到全世界 这里讲的稀释不是消解 因为实际上它并没有消解 但是通过吸纳全世界的资本 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模式 提高了我们的就业率 的确有助于中国国内的稳定 但是这种效应 实际上是把100多年以来 其他国家形成的劳资关系格局 各个利益集团形成的均衡 给打破了 因此他们的问题就多起来 而且左派右派都没有什么办法 对中国经验望洋心叹 例如虽然从改革以前 我们就喜欢拿印度来 比较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 但是过去印度人 其实很看不起中国 甚至在1980年代改革 使中国经济加速 真正明显的超过了印度的情况下 很多印度人仍然不以为然 但在近几年的全球化中 尽管印度自己的经济也明显加速 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 但许多印度人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 对中国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羡慕 乃至极度与焦虑 2004年印度塔塔财团就派人来华 想向中国转移资本 把汽车生产线搬到中国 以躲避他们那里难惹的工会 只因外资争相涌入下我们 已经看不上印度 才没谈成 到了2006至2007年 印度左 右派出现了比赛学中国 但却都碰了B的奇观 先是右派执政的马哈拉士特拉邦孟买市当局 要学中国经营城市 声称要15年赶超上海 但是第一步的强制拆迁 就碰到了力量强大的刁民而遭杀鱼 然后左派应供马执政的西孟加拉邦 要学中国搞经济特区 结果一上马又碰到组织能力强大的农民 陷入农会赶走圈地客的尴尬 面对中国经验 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只能望洋兴叹 而对我们的学者而言则多了个民主制增加 交易成本的恶力 即便是发达国家 在中国的竞争力面前也存在着左派无法减自由 右派无法降福利的困境 于是一些英雄开始冒头 西方的传统政治格局 本是左派主张福利国家 右派主张自由放任 一般来讲右派主张小权力政府 左派主张大责任政府 但是最近西方政治中已经开始出现一种 向中国看齐当然未必是自觉的的苗头 开始出现了一些政治家 他们一方面强调政府的权力要扩大 另一方面强调政府的责任要推卸 例如2007年5月法国大选出来的萨科奇 你很难说他是传统的右派还是传统的左派 你讲他是传统右派 他却是主张大权力政府的 萨科奇有处置2005年移民骚乱的背景 很多法国人都说他是主张警察治国 主张收缩自由的 但同时他又对法国的福利国家体制深恶痛绝 要削减福利 因此他当然也不是左派 通常在西方政治中 主张削减福利的人都是主张进一步扩大自由的 主张限制自由 至少在经济方面的人又要求扩大福利 现在出现一个既主张削减自由 也主张削减福利的人 这在西方的政治格局中应该说是个新趋势 当然与我们相比 他们还差得远 在法国自由与福利 也许真的都太过分了 萨科奇的做法在一定范围内也许是合理的 我并不认为萨科奇的出现 就意味着法国已经在走向中国化 但这种苗头或者说这种可能性 你不能不看到 而如果法国真的中国化 我们中国人就会高兴吗 要知道体制上中国化与利益上 亲中国完全是两回事 今天在国际政治上 萨科奇更是与其说亲中国 不如说亲美 但如前所说 中国体制的诱惑不同于中国国力的威胁 体制的影响不同于国际政治的亲疏 当年中苏两大命令经济国家势同水火 毛泽东甚至希望联合美国抗衡苏联 就是最好的例子 即便是国际政治上的反华派 就不会羡慕那种自由与福利都双低的优势吗 就不会想学了这种优势后力量壮大 再更起劲的反华吗 当年国人有约 失疑长济以致以 今天别人就不想失华长济 如果那也叫长济以致华 但统治者再羡慕 只要宪政民主还存在 他们就学不了这一套 而且也不可能一直容忍这种在我们双低优势面前的被动状态 这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 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的现象会变成 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 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的原因 但问题当然不在于别人的批评 我们自己能够一直接受这种状态吗 因此在30年后的今天 国人正面临新的选择 改革也面临新的考验 有人说改革如今已经成了个不名誉的词 这恐怕言过其实 但是那种单一维度的经济改革名声的确越来越差 还有人说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其实如前所述 1978年的共识只因于走出腹怕累脱过程的背景 这种条件本来就极其稀罕 以后也恐难再有 但是正常的社会必然有利益的多元 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争议中实现的 所以共识少了 争议多了未必就是灾难 最可怕的是连共同的底线也找不到 由于缺乏宪政机制 不同的利益 诉求缺乏合理的博弈与互动平台 从而由全家通营导致赢价通吃 如果因此造成危机 那过去节省的交易成本 恐怕就会变成需要偿还的高利贷了 3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 为之奇迹并不过分 然而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阴影是不祥的 中国改革仍然雄观万道任重道远 而且尤其在过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领域 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